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来一个最隐蔽的这个深坑钓一下鱼 前天我也是用了10斤玉米来打窝 看一下,这个深坑相当的恐怖 现在水位非常在下面 长达起码有几百米这么长 这个深坑 现在这个深坑的水位非常的下 平时长达水落,水会到上面这里 现在那边有露下来,走到那边去到水边那里去钓 看,钓一只鱼也不简单啊 看一下,在这里就看到水了 看一下,这里是钓友放的这个,下面这个石头 要从这里下去 看一下,这个深坑够隐蔽了吧 看一下,现在水面看得好,鲁鱼在游 看一下,这种深坑,跑进来都是一身汗 啊,这个地方就钓海港 啊,只能放一只,留着一只备用 啊,今天幼儿还是用这个玉米 因为打窝的时候都是玉米的 这深坑是通往地下河的 水是常年不会干的 打了这么多玉米的锅 希望今天能搞到大锅 啊,就钓那个地方 因为打窝的时候,我是从这里扔下去的 哇,好大一条鲜鱼在这里 看一下,那鲜鱼又过来了 好,现在再补一点窩 这是老盘的 好,现在都准备好了 好,就耐心等大鱼上头了 好,那里有个石头准备要掉下来了 有些恐怖啊 有些恐怖啊 喔,不放空啊 尽量了 终于了 哇 又是一条大堂痣 突然来一口 大货大货 目测起码有时间了 哎呦 太猛了 好 试一下 能不能把它抄起来 有两个勾 有一个勾挂到这个背上 好 我还以为它累呢 哇 这儿是阿姨 好 搞上来 起码有10斤以上 看一下 一个勾勾就在这里一点点 好 拿到上面来一点 巨物啊 这条 太爽了 熟了两三个钟 也值得了 差不多有三个钟在这里熟了 哇 叫声特别的大 看一下 哇 好饿啊 这条鱼 大货大货 大家看一下有多少斤 我估计几码八斤以上 或者是十斤 鱼丸 这里面应该是鱼丸了 差一点要跑 哇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 前面这里不是很伤长 应该有六七五米这么深吧 应该大概也是这样 本来我想钓手杆的 手杆可能公鱼起来的话 上面这石头会碰到 等一下鱼杆会坏掉 这个糖汁吃玉米 是非常的很正常的 在我们这边去大学部 经常都是玉米钓的这个糖汁 这里又来了一个瓶子 好了不掉了 我现在上着的大雨知道 我是越跳越害怕 看那个石头好像是越来越拖出来了 然后我头上又有一个石头 感觉又要掉下来 非常的有一点可怕 手杆了 刚来的时候好像 它都没有突出这么多 现在越来越出来 好看一下今天的收货 就一条鱼 哇这个声音有多大 又是一条鱼王 估计得有八斤以上的 好那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